结果天还没亮 紧急的号角响 是解放军追上来 我刚又坐起来 一个兵把热腾腾的粥 打翻在我腿上 我烫得大叫 另外一个兵也跌倒 那个烫吧 粥还是黏的 我想要把粥拍掉 结果更痛 等我倒在地上 打火 发抖 坐起来的时候 部队已经走过 想到共产党要追来 我赶快跑到路边 躲起来 腿上有一个好大的水托 我没办法 我爬起来 撑一棍子手 走着走着 苍蝇 虫子 都来了 我怕自己 要死在这个荒郊野 我母亲要怎么找我 结果 红色的星星出现 你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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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回他 一个解放军的一壶兵 他从后面走上 叫住 说我这样不行 叫我坐下 等一下 让我看看你的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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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了 你怎么推人了 这么急啊 他居然用夹子 把蛊夹出来 然后帮我消毒 上了药 别动 扔着电 打号了 打号了 他收拾东西的时候 看着我一眼 叫我赶快回家 我看着他冒着上的红星去 想跟他说谢谢 可就是说不出口 就是说不出口 我知道他救了我的面 可是这是我的杀父仇人 不是吗 我是害怕他 还是讨厌他 想被点י烧 在叫什么 季提之心 比较真好 你 想 stone